最觸目的消息 相当之令人担心 港铁在凌晨三点多钟 有两架车在试这新系统的时候 拦腰撞在一起 造成了很大的损坏 其中一架车的第三四卡 我见到真的好像电影灾难场面 那样 今次这件事根据港铁后任行政总裁金泽培所说 就是尝试这新系统的第三个后备系统 即是第一和第二系统当时都没有开 就是开第三后备系统 希望试试它的运作情况 尤其是今次试出事的情况 就是在中环站有一架车出一架车入的时候 然后就拦腰撞在一起 不过我觉得有些令人担心的地方 或者我都有些惊讶的就是 根据今集培所说 其实在撞了车之后 今次这一个新系统的供应商 本身它做了一些模仪测试 就发觉原来真的会出事 即是说真的会撞 那我就在想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为何这一个供应商 这个系统的设计者 他们本身不再做多些try run 而反而就是说 需要在实测的时候 才出现一个那麽大的漏洞 或者一个那麽令人难以接受的结果呢 其实是否应该在设计的时候 做更多不同的模仪测试呢 反过来讲 我觉得港铁今次也应该想一想 究竟责任在哪一个 因为事实上港铁今次派出两个车长 去做这个实测呢 而如果今次发现到 而那个供应商又那麽快呢 他们了解到原来真的会出事的话呢 其实如果我是那两个车长呢 我就会相当之胆战心惊 究竟以后他们会否有阴影呢 而港铁本身其实是否也应该想一想就是说 作为雇主呢 你应该在劳工条例里面 是应该为他的员工提供一个 即是安全和合适的工作环境的 但是今次这个测试来讲呢 其实他们有无将这个员工的安全 作为一个考虑因素呢 我想这些在在都是港铁 或者今次这个设计系统的 新供应商需要解答的问题来的 另外一方面来讲 其实大家都知了 用了33亿就在这个新的系统里面 其实港铁就是希望未来 在他们的运作的七条线里面 都是用到这个系统的 而这个系统呢 最大的一个分别和旧系统呢 就是旧系统呢 本身其实是将不同的铁路 的线路的路段 是作为一个用区间式的分离的方法 就是说呢 当一辆车进了那一区的时候 其他车就进不了了 但是新的系统呢 就是会计算车的速度距离等等 而电话权就不会有这个 区间的这个概念在里面的 那当然啦 这一种的想法 其实讲到尾就是希望呢 加密到那个班次 就是能够呢 承载更加多的人流 那但是呢 我想说呢 就是说呢 如果我看回全弯线呢 其实呢 现在呢 如果在一个繁忙时间里面 都已经呢 是分多钟一班的 那有时 那确实你说 再加来讲 是否真是一个很上算 或者很安全的做法呢 如果今次这个新系统呢 不能够是说带给大家信心的话呢 我觉得呢 就相当之令人苦怒 究竟呢 港铁这33亿呢 究竟最后会不会付诸东楼 那另一方面来讲呢 其实港铁有没有想过呢 就是说呢 你用一些其他方法呢 将一些的人流呢 是引导到去其他过海线路上面呢 其实很简单 政府推出三税分流方案 就是希望呢 用价格的所谓差异性呢 希望将它拉近了之后呢 就令到呢 很多这个驾驶者呢 就除了红隧之外呢 都会选其他的隧道过海 那但是我就在想呢 如果是这样说 港铁其实有没有想过 就是说 如果有部份乘客 他原本是搭开这个 全湾线过海的 他本身若果用了其他 线道过海的话 譬如我住在这个全湾 那但是呢 我肯用这个的 观塘线过海 那其实只要我搭入 观塘线那个路段里面的车厢 其实会不会有一些系统 就可以能够detect到我 是用了这个的观塘线过海的 那我的车费就减少少 那会不会就能够令到 部份的市民使用这个的 其他的路段过海 以减轻了这个的 全湾线那个的迫爆的情况呢 当然我这个想法是很粗疏的 那但是呢 其实港铁本身呢 在这个以前的这个 这个新界东的这个 线路上面呢 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这个 这个挪湖至九龙塘以前的 九港铁路路段呢 其实呢 有每一个站都有一个 所谓的头等车卡 那个收费那个的仪器在那里 那你招一张卡呢 那你就可以坐头等 因为你已经给多了钱了 其实这个概念 其实可不可以引用到 去港铁的其他线路上面 去作为分流营运的模式呢 究竟他们的资讯科技部门的同事 又有没有想过 用一些新的科技的方法 去引导这些人流呢 在在这些呢 都是我心里面的疑问来的 我也都希望港铁在日后 能够解答一下 因为确实如果你说永远都是 想着是加密班次追时间 风险也是其实是平衡地增加了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 长远或者上算的方法 今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